那個警察在抓我們 覺得很奇怪 麥冰箱有罪嗎 邱家兄弟的朋友 反問記者 麥冰箱有罪嗎 麥冰箱當然沒問題 但若牽涉到一條人命 就是大問題了 但包括了邱家朋友 還有邱家三兄弟 看看他們臉上的表情 真的 這三個人到警局 好像都不會害怕 好像似乎關己 好像各自好像一派輕鬆 在裡面還是有說有笑 因為發現命案或是屍體 一般人都會驚訝 都會讓人感覺比較驚恐 可是在他們來講 就能看到的都沒有什麼 感覺沒有發生過這樣子 一般人若無端被捲入命案 大多都會急著 想要證明自己的清白 緊張 焦慮是最常見的態度 他們都沒有絲毫的這種感覺 所以警方可以覺得說 你們是不是故作鎮定 還是說你們在做某一種串供 或者是彼此之間 好像有些什麼樣的默契 所以警方不排除說 這三個人 是不是還有什麼樣的引擎 或者是有些話沒有說出來 而且是一條人命 人命關天 這可能不管是不是他們所為 一條人命都是很嚴肅的事情 難道真有什麼沒有說出口嗎 畢竟屋子裡死了一個人 兄弟三個人怎麼有辦法雲淡風輕 再加上邱家老三請朋友來搬冰櫃 難道在搬運過程中 他都不覺得哪裡不對 都不好奇冰櫃裡裝了什麼東西嗎 怎麼可能 他們搬的時候 總沒有發現是有人在體驗 剛打開的時候 我就覺得很臭 就馬上關起來了 因為那時候光鮮不足 所以看不到裡面是什麼 因為之前我哥就是 裡面都有放一些 那個牛肉跟魚類 我以為想說是那些東西臭的 可是因為那個是老屋 沒有接電 所以沒有燈 是很封暗的這個情形 他也看不清楚 那可能有一點點的味道 可是他們也不以為意 他們也不知道說 這裡面到底是什麼 他們就拿去變賣 有東西在冰櫃裡腐壞了 但要送去變賣前 都沒有人想確認 想要清理嗎 每個說辭端 檢警打上了問號 讓警方更訝異的是 許多問到最後 這三個兄弟竟然還彼此互養 這也是一開始 花很多時間訊訊的地方 因為必須要知道說 到底死者是跟誰 是有關係才能進一步 再去做追查 可是他們都說跟他沒關係 對啊 而且說法又不盡一致 這就是問題所在 好像三個人有 互踢皮球的感覺 所以案情為什麼會一直焦灼 因為三個人的說辭 都不攏 為什麼說都不攏呢 因為邱家老三說 冰櫃是惡哥的 他什麼都不知道 就是死在這個冰櫃裡面 又是在老二他家的冰櫃 而且是他的冰櫃 因為畢竟這房子是他的 冰櫃是他的 邱家老三說的一副 二哥才是最應該了解狀況的人 他還告訴警方 二哥曾經要他們 不准動那個冰櫃 有時候他那個冰箱 不要跟他動 面對質疑邱家二哥的解釋是 因為那個冰櫃有打算要送人 才要他們不要動 但是他也繁殖三弟最近的行徑 很奇怪 老二說老三 說大哥說老三以前不拜拜 怎麼謝敬拜拜的 筆錄當中二哥 向警方公稱 大哥曾經告訴他 小弟有借他的車子去載屍體 但是當大哥接受偵訊時 卻說沒這回事 是真的不知情 還是腹部疑症 當時案件偵辦的重心 都在這三兄弟身上 但是他們的說辭反反復復 讓專案小組上脫了腦筋 是真的不知情 我覺得是真的不知情 但是他們都在的是 因為因為這次的 就要跟他招待 在心裡 是真的不知情